2024年8月,内鱼女演员热度报告 相比将男星们的起起伏伏,内鱼的女星就得稳定得多 本月,除了赵露丝、余淑欣等几位95小花外 依旧是我们的85、90花们稳居热度和话题的第一梯队 数据来源,微博热搜、话题阅读量以及酷云猫眼等各大角色热度榜单 数据截取范围,2024年8月1日到2024年8月31日 Top12网楚然 本月热搜22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16.1亿 本月王楚然张婉毅主演的柳州纪热播 这部古装版的史密斯夫妇荣登八月猫眼热度榜首 王楚然作为剧中第一美,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她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大概也只有淮南王不知美吧 目前,她在酷云八月角色热度榜上排名第12 王楚然去年因《我的人间烟火》中剧情争议和日常表情管理等问题 被贴上了没有演技耍大牌等等负面标签 因此低沉了整整一年 现在看来,她应该能够凭借在柳州季中的出色表现 迅速挽回人际 Top11景田 本月热搜21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17.5亿 上月底,景田张灵鹤的仙侠剧《四海崇明空降来袭》 在本剧里,景田出演活泼可爱的怪异少女 这和她之前明艳大美女的角色风格有点差距 再加上奥运的压制以及剧情宣发的各种原因 这部剧的热度似乎并不高 尽管如此,景田依然凭借多年来积累的人气 成功击身酷云八月角色热度榜的第13名 Top10宋祖儿 本月热搜7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20.2亿 去年的8月份,宋祖儿被实名举报偷税漏税 事情曝光后,宋祖儿选择了沉默 如今过去一年了,调查结果也尘埃落定 工作室一纸声明,例证宋祖儿没有偷漏税 瞬间引爆热搜 但爆料者小燕小夕却不依不饶 不停地在指认宋祖儿漏税271.69万的事实 还爆料说宋祖儿涉嫌高考作弊 紧接着宋祖儿工作室又出来回应 宋祖儿的成绩属实,教育部门已核实 可小燕小夕却觉得宋祖儿工作室故意混淆视听 自己说的是高考资格的事情 而工作室说的是高考成绩的事情 说实话,他们之间的纷争 广大网友们可能已经不care了 我只想知道的是,我的无忧度可以抬上来了吗? Top9赵丽颖,本月热搜28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29.4亿 本月初,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上 赵丽颖与高叶双双入围最佳女配 最终赵丽颖以两票的微弱优势显胜 并不是说高叶演得不好 而是赵丽颖的得奖,水到渠成让人毫不意外 据爆料,赵丽颖饰演的好秀萍这个角色 原本设定并非我们现在见到的样子 起初,编剧和导演设定她为正常女性 但为了增强剧情张力与角色复杂性 赵丽颖主动提出将角色设定为聋哑人 并成功说服了导演 为此她提前一个月学习手语 深入揣摩角色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逻辑 将自己融入角色 最终呈现出打动人心的好秀萍 此外,赵丽颖的新电影《向阳花》 也在本月顺利杀青 据传,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成本电影 仅用了40多天就完成了拍摄 这引发了网友们对影片质量的激烈讨论 TOP8白露,本月热搜40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31.4亿 白露与曾顺希主演的林江仙 与本月5日顺利杀青 难得的是,这是一部原创仙侠剧 曝光的路透照也充满了浓厚的故事感 此外,网络上关于白露个人生活和恋情的传闻 在本月持续发酵 包括她与疑似前男友张灵鹤的关系 以及与新绯闻对象敖锐鹏的故事 虽然欢愉影视和白露本人已经对此进行了辟谣 但这些传闻仍然引发了网络热议和粉丝之间的争论 另外,由她主演的年代剧《北上》已经通过审核 据说很快就会在央视播出 TOP7杨子,本月热搜31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35.4亿 杨子的时尚资源真是越来越好 这次的费加罗八月封面也是热度拉满 杨子一口气展示了五套服装造型 整个传递的氛围呢 就是那种优雅少女的感觉 作品方面,前段时间一直传的 她和正午阳光的生命术似乎要延后拍摄 而最新的网传则是她要出演武装商战去加业 但实际上,无论是加业和生命术都没有官宣 从认定杨子的片约到猜测男主阵容 这种炒作带来了话题和热度 对剧方和竞争资源的男演员们或许是好事 但对于杨子来说,其实并不见得 所以粉丝们还是紧跟官方吧 Top6刘亦菲 本月热搜57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44.7亿 这位姐姐的工作状态大概是内与女星们人人羡慕的对象 有钱有闲,有言有热度 一年就拍一部剧,而且还都是有效播出 本月,刘亦菲登上了Vogue金酒封面 与萌萌的狗狗互动,画面超有爱 要知道,她已经是五大女刊三轮大满贯了 接下来还有宝格力活动和家人银食封面 这时尚资源应该是内与女星中前三的存在了 Top5杨幂 本月热搜49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45.6亿 杨幂凭借其独特的穿搭风格和高超的时尚品未闻名 被称为行走的时尚杂志 看看这个月的热搜话题 近一半都是有关其穿衣时尚的内容 你就知道,她在内与的话题度和时尚度依旧能打呀 此外,这个月她还出现在了周深杭州演唱会上 与周深的互动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Top4赵路斯 本月热搜48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54.5亿 赵路斯近期的活动焦点 集中在新作品《猪连玉幕》上 这部剧的相关物料已经公开 展示了她在剧中的人物形象和幕后的工作状态 其中最久花絮照片更是一度引起热议 那据悉该剧已经过审 目前正处于带波的状态 看预告 赵路斯大气张扬的唐装造型非常明媚 这部剧的原著很短 所以编剧发挥的空间很大 相比较其他改编古偶 应该更有新鲜度 TOP3 于书欣 本月热搜48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64.8亿 于书欣的热度居然这么高 近期她在真人秀中餐厅中 真诚不做作的性格 积极传递正能量的行为 深受观众喜爱 此外 她的穿搭风格也成为热议话题 TOP2 居静1 本月热搜29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68.4亿 居静1的微博热度一直很高 本月她的超话发帖量突破7000万 成为内娱超话钻3的艺人 内娱只有3人哦 另外 居静1签约和送后 她时尚资源肉眼可见变好 本月她新杂志开售72小时 总销售量突破20.8万 打破了精彩OK销售额纪录 感觉这位在时尚资源方面要发力了 TOP1 迪力热巴 本月热搜84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72.5亿 迪力热巴近期的活动丰富多彩 涵盖了演艺事业的多个方面 特别是这个黑天鹅造型非常出圈 神秘优雅 美丽不可放物 本月热巴再次解锁巴沙金酒封面 金色主题 大气耀眼 破时尚巴沙销量纪录 半小时销量超20万 非常厉害的存在了 好了小伙伴们今天的分享就告一段落了 这里是WenTalk10 我们下期见